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居然暴增了大约七成左右 或许你听过他的故事 墨镜哥 他今天也在我们现场 从一个人生胜利组 在台积电 在雅虎工作 那么因为青光眼失明 瞬间他的人生掉到谷底了 从他的故事要带大家来看 你所需要注意的生活细节 还有到底剧烈疼痛 是不是要怀疑是眼压过高 还有哪些警讯都在提醒着我们呢 今天请到的来宾 包括了三总眼科部主任 戴明镇主任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营养师刘依离 凯云好 大家好 有高度见识的杜诗梅 哈喽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墨镜哥 甘仲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墨镜哥 OK 我们就先来看看 墨镜哥的故事 他双眼都看不见 好长一段时间 害怕和外界接触 现在却坚持要带着和他一样的朋友 走出黑暗 走入人群 过去我还是有视觉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可能透过这些 口述影像的描述的时候 我可以更聚焦 我对于他所提到的 那个食物的样子 甘仲伟曾经看过的世界是多彩多姿的 从小和家人旅居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后来就读美国加州大学 还回台取得交大资管硕士 我也带过像台积电 然后也后来被挖角到雅虎 在负责首页的工作 这些比较网络 高科技产业 那就像大家会觉得说 这可能就是人生生理主吧 他还腾出时间到偏乡 说故事给孩子听 并且计划攻读博士 人生蓝图中 未来要有车有房 再组一个幸福家庭 那么努力地一步一步站上金字塔顶端 却在28岁那一年 从天堂跌入地狱 我记得其实那天真的很突然 来得很快 我早上还在跟客户开会 还在跟.com 就是在跟国外开会 开完会出来之后 就觉得头晕眩 然后等我休息了 发现起来之后 发现我眼前就是黑的 那其实当下是很紧张 那也不知道怎么反应 所以又再休息了一下 但是当我在睁开眼睛 还是黑的时候 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紧急就医 医师才发现 他眼压高到根本量不到 检查后判定 罹患急性轻光眼 得马上手术 第一一两次开的时候 都很有信心 都还蛮天真的觉得说 只要眼压控制住 我还能够再回到职场 我还能再衔接回原来的生活形态 但是大概开到第五六到 大概其实肢力状况 已经坏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大概就意识到说 我可能即将要面临失明这件事情 可是始终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他不知道人生该怎么走下去 两年内开刀十一次仍然没起色 慢慢的连光绝都消失了 双眼全盲 我没有杀人放火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自己的质疑 然后有很多的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抱怨 或者是很多的那种问号 但是得不到解答 因为眼睛状况 还是一直在变坏 然后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 也曾经有一些 亲身的念头啦 都会想得很负面 笑容在他脸上消失了 整整三年 再加一个好了 加一个 好看 你这个是好 足不出户 绝望消沉 弟弟看不下去 他决定陪哥哥渡过难关 有 真的是硬拖他出去 硬拖他出去附近的公园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出来走一走 不要一直握着 然后我知道旁边有一个 好像那是Seven有特价 再来我们去喝一杯咖啡 都好 就是有种方式 大家今天在现场看到的 墨镜哥是一个 非常光亮的人生故事吧 说三年都完全没有笑容 那么在青光眼发作 失明那一刻是在五年前 你从人生胜利组光明璀璨 然后瞬间 人生跟你的视力都掉到黑暗 你当时的心情 怎么让自己转过来 你现在反而可以帮助大家 其实刚刚自己在听这影片的时候 我想观众朋友有听到 其实你们是看到我是听到 对我来讲其实都好像昨天才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因为过去有这些视觉经验在 那突然间不能用眼睛再去看这个世界 或看周遭的事物 很多的参与感也跟着就消失了 的确不好受 我自己也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但可是其实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后来也想通了 因为我只是比大家更早一步先感受到 失去视力的感受 因为如果我们慢慢的变老 可能视力也会退化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成为所谓的low vision 就是低视能的状况 所以我有一些预备的时间 让我去慢慢做出这些调整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可能就会比较 多一些微笑 然后比较愿意出来晒晒太阳 当时当中重要的转折点 让你可以再站起来 其实妈妈花了很多的心力 那么还有一个视张者的故事 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鼓舞 没错 其实不管是我的家人 像我的妈妈我的弟弟 在我的新书里面 在最近出抗减观 我都有提到很多他们的部分 但有一位视障朋友前辈 他是我非常想要和大家推荐 他叫郭淑琪淑琪姐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 但是由于他很不吝啬地用他的行动 就让我感受到说 其实你成为视障者之后 不意味着你就是失能者 还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 透过听的啦 透过说的啦 透过去接触的 去把它创造出来 所以众伟真的很棒 他现在发展了一些视障的APP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而且除了视障之外 其实发展的触找还蛮广的 包括上听障 或者肢体障碍 他现在都在协助 这个待会他也会跟我们谈一下 那么众伟他之所以站出来 其实很重要有一个部分 就是也希望让大家 去注意到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有哪一些坏的习惯 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你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以前工作很忙吧 时间很长吧 哪一些问题你可能觉得导致 那个时候即兴庆光眼发作 我想其实国人在工作岗位上 我们都是一样责任制嘛 你根本你知道准时要上班 但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那其实我们大家的工作 责任感又很重 那当时对于我那时候 因为我发生即兴庆光眼的状况 刚好是我服务在雅虎的期间 那时候工作形态一样 就是早早进公司 那因为我们要跟国外 不管是美国 还有其他地域的同事工作 所以我们工作时间都时常是超时的 那在超时工作 我们进去看着电脑 然后走路的时候看着手机 然后回到家里要看着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 对啊 真的 所以其实一天24小时扣除掉 拿着手机睡着的时候 我几乎都是在看着萤幕 都在用眼 几乎都是看着萤幕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凸显了一个叫做 不正确使用眼睛的方式 而且我整余就是整个超时的使用 我想这个绝对跟我眼睛的一些变化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当时有什么症状出现吗 其实大家 我的症状跟大家有的状况很像 就是偏头痛 大家可能觉得偏头痛 maybe是微感冒啦 或者是说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或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是喜欢头没有吹头发 对 那我当时其实也都有上述的这些联想 所以我就试着去看睡眠障碍科 我看了神经内科 我就去看追根究底 我到底为什么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但后来都没有解 所以我就归咎于说 可能就是我工作太用力了 那可能我工作压力大等等 太累了 那晚晚我周末休息之后 我想医师或营养师也都是 当时跟到病人抱怨 就是我睡觉起来之后又生人活虎了 所以我又没有注意到 这个身体给我的警讯 其实都会清光眼视跟眼压有关 像师妹你的状况是 你高度近视嘛 对 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 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常常有 然后因为我是已经 我大概在两年前做过 雷射近视手术 因为我常要夏天做一些海水 或是户外活动 我觉得戴眼镜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就开了雷射手术 可是在没有开之前 常常因为一整天我们起床 然后就开始就戴隐形眼镜 然后就从早上一直到睡觉前 因为你知道就回家了 然后又会要看个剧什么的 就很 然后因为眼镜已经戴得太不习惯了 因为它会有一个距离感 对 而且戴久会头痛 我觉得戴眼镜 对 会头痛 然后所以我就隐形眼镜 我真的不夸张 一天大概超过13到14个小时以上 然后那时候是常常会真的 眼睛酸 然后头会痛 眼压高这样子 然后又包含又常会发炎 所以我就想说 啊 赶快做个雷射手术好了 可是哇 我现在这样听起来 其实我雷射手术完 我还是没有很听医生的话 我一天其实对着手机啊 电视啊 平板 还是很长时间 真的 所以今天大家就要 有多一点的警讯 然后在生活当中 学一些好的方法 这边请教医师 眼压 刚中文他也提到说头痛 那很多人就想到说 眼压高会导致头痛吗 这两个之间的关联性是怎么样 一般我们觉得眼压高 的确会导致头痛 可是反过来 头痛不见的一定是眼压高 所以一般我们觉得眼压高 就是胀胀的感觉 那事实上你去量眼压 眼压是正常的 所以就不能凭自我的感觉 你要用专业的仪器设备去测量 比如说就是去眼科 对 到眼科诊所或是医院 他都可以很快速的 很正确去测量你的眼压 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会有一个风吹到眼球的 那个就是测量眼压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自己感觉 没有办法感觉的 出自己的眼压高或低就对了 是这样吗 除非很高 那眼压高的时候 其实也会刺激我们的一些神经 所以那要到什么样程度 那当然因人而异 有些人他的耐受力 可能比较高一点 30他也不觉得高 有些人觉得可能20几 他都觉得不舒服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是要多久定期去测一下吗 不然自己的身体的感觉 是完全跟眼压之间没有关联性的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的眼压状况 多久应该去测一次 如果你现在真的是担心 你可以去做个检查 如果正常了 你可以一年之后 每一年做一次这样的检查 好 再来呢 按摩或热敷 可不可以帮我们舒缓眼压 的确热敷跟按摩 是可以减轻眼睛不适的症状 对 可是对眼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且如果按摩的不对 反而会伤眼睛 好 那如果以现在的医学研究来看 伊林那边倒是有一些东西 确实对于我们脏眼压 或者说预防清光眼有一些帮忙 对 其实我们这边介绍三个食材 那这三个食材是我们国防部的军医局 还有大人科技大学 他们所研究出来的 那我们台湾发现说 在食材上面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枸杞的部分 那枸杞本身呢 它的玉米黄素 它的胡萝卜素 叶黄素其实是非常高的 不过因为枸杞它的营养成分 里面我刚刚提到 大部分都是子容性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用枸杞去 比如说泡茶啦 或是说就是用一些茶饮 那你可以在饭后的时候就马上喝 因为饭中其实有油脂 那它可以帮助它的吸收 或者是把它丢到汤里面去煮 丢到菜里头去煮 对 可能讲的就是鸡汤啦 或是让它有油脂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谓的黄芹的部分 那黄芹大家一般都会觉得说 它是补气的啦 或是中医上面来讲 提升免疫力的 那它事实上里面有一些皂肝 跟一些微量的矿物质 包括一些抗氧化 而且它有一个锡的成分 那锡它其实是抗氧化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辅酶 辅音质 那主要呢 它是针对比如说 有刚刚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眼压的部分 它是有帮助的 这样一样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可以搬泡茶来喝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比较 就是比较不知道 所谓的绝名子的部分 绝名子只知道它明目 但是倒不知道它跟眼压之间有关系 而且绝名子其实很多会用在便秘 因为它其实有促进肠道蠕动 倾泻的功能 那它其实对帮助降眼压 还有所谓的 如果说眼睛 这边有提到就是说 它文章里面有提到说 眼睛不舒服会发炎的 或是说因为其他眼影 早知眼睛痒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绝名子的部分 其实也有帮助 所以你今天泡的茶饮是 对 我今天是用绝名子麦茶 那麦茶的比例会比较高 我们的麦茶用50克熟大麦的部分 然后绝名子就用5克 所以大概就是10比1的方式 然后用水去做一个烹煮 那我们这个麦茶泡出来之后 它的味道其实因为麦茶 我们知道它是所有茶里面 没有咖啡因的 对 可是它泡起来之后 却有一种咖啡因的味道 所以它其实可以结你那个咖啡 想要喝咖啡的一个印 感觉 对 但是它却有护眼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这个也可以在 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上班族 其实你看到 用手机是不是都用得很勤快 用电脑用得很勤快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上班的时候 或是下午茶的时候来一杯 众伟 喝起来怎么样 老板续杯 很重 其实味道真的就像 刚刚刘英老师说 它有点淡淡的 好像咖啡味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是一个养生茶 大家平常就可以运用了 那医师大家会很好奇 像清光眼是全球师名 主音的第一名 到底它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造成最严重到 视力完全看不到 那眼睛是一个球体 对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压力 来维持这个球体的形状 跟它一些功能 那我们眼睛里面 有产生水的地方 也有排水的地方 维持一个恒定 那这个恒定的压力 大概介于10到21毫米拱柱 接近超过这个压力以后 这个眼内的压力 会压迫到我们的视神经 视神经一旦受压迫 你的视也会缺损 你的视力会慢慢越来越差 甚至如果没有早期发现的话 的确是有失明的可能 好 广告之后我们还要来看 来体验一下 包括像清光眼 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 现在大家3C用太多 过去黄斑部病变 只是老人家会产生的问题 现在年龄层往下降了 那么到底假设是这三种的话 它的视觉上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等一下带您实际体验